浮船作为木制时代远洋船之中的佼佼者 成就了明代 郑和 七纪光等人的伟大壮举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浮船已经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 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重要纽带 而到了清朝末期 清政府必关锁国 盲目地相信浮船的威力 在鸦片战争之后 我国的海江受到了重创 而浮船在演变的过程中 也给后人带来了一些教训和启示 其中清朝的一位民族英雄 就为我们揭开了一段深刻的历史记忆 请继续收看 《思路上的古城》第十六集 东方浮船划浮舟 说到这个事情 我们首先来从清朝的一位 传奇式的一个民族英雄邓世昌 来说起 邓世昌这个人呢 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 有一部电影叫《甲午风云》 描述的是这个1894年的时候 中日之间 甲午海战 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事件 当时邓世昌是甲午海战时期 志远舰的管带 管带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船长 当时作战的时候呢 非常的激烈 而邓世昌的这艘志远舰 中了数次日本的这种炮弹 所以说受了重伤 眼看就要沉没了 而在这种情况下 邓世昌和整个志远舰上的官兵 他们一日商量 说要在志远舰沉没之前 我们也要与敌舰同归于尽 所以呢 邓世昌就指挥这个志远舰 向另外一艘日本舰冲去 准备撞击日本的那艘舰支 和它同归于尽 邓世昌为国捐取 成为我们著名的民族英雄 我们为什么要讲邓世昌 要讲甲午海战 因为它和浮船有关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是和浮船的发展历史 紧密相关 当年的邓世昌啊 他是福州传政学堂的 一名学员 这个福州传政学堂 是当年福州传政局的组成部分 这个福州传政学堂 和福州传政局 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说到了鸦片战争之后 西方的尖船利炮 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而那个时候呢 清朝政府还盲目地相信 浮船改造了战船 当这些木制的船 与西方的铁甲船作战的时候 当然不是人家的对手 所以中国社会呢 陷入了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然后清朝政府开展了洋务运动 武章要向西方学习 就在福州的马尾这个地方 建立了福州传政局 决心打造我们中国自己的铁甲战船 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啊 来保护我国的海江 当年的福州传政局 实际上是由三块组成的 造船厂 钢铁厂和传政学堂 前后招收了多名福建当地 和广东各地的年轻的人才 进入到传政学堂 来学习驾驶船和造船的先进的技术 邓世昌就是当时他招收的音乐学员 在传政学堂里面呢 邓世昌学习的是驾驶 他非常勤奋 所以呢 很快就展露徒角 五年学习期满之后 被分辈到了北洋海军 后来逐渐成了一名管带 成了这个甲午海战作战之前的 致远舰的船长 也就是管带 后来才出现了我们大家所处置的 甲午海战时期的那个感人的场景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福州传政局或者说福州传政学堂 它就是福传的一个延续 而这个邓世昌我们也可以说 它就是福州的众多的水手的一个延续 而在福传发展的历史的过程中间 我们曾经创造过辉煌 比如说在宋元时期 在正和下西洋时期 我们是世界的海洋强国 但是到了亚边战争前后 我们沦落为一个海洋的弱国 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 那么福传发展的历史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我们说任何时期 这个船只的建造的技术 海船建造的技术 都是一个国家 海洋实力的一个标识 你只有建立了先进的海船 具有强大的海军力量 你才能够保卫自己海江的安全 否则你连自己的和平建设的事业 你也不能维持下去 古代如此 现代依然如此 所以我们说通过福传 展示了福州作为海上四周之路 一个重要的古城 它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 与此同时 福州这样的一座城市 也为我们国家未来 重振海洋大国的雄风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也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的火炉 对但现在看了 有福乐 感谢观看